满洲里铁路口岸是中欧班列东线通道的重要口岸之一 截至5月7号上午8点 该口岸今年累计通行中欧班列1580列次 运输货物665.9万吨 5月7号11点24分 一列满载生活日用品电子配件的3709次中欧班列 驶出满洲里国门 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察站执勤民警 仅用时10分钟便完成了该次列车的查验任务 为保证中欧班列稳定开行 安全顺畅通关 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察站 创新优化勤务模式 科学统筹调整警力部署 设置7乘24小时班列查验专港 全天候保障中欧班列查验工作 我们通过一系列提示增效举措 助力中欧班列由2013年运行之初的日通型一列四 增长到目前日均通行13列四 单日最高通行达到18列四 查验时间由原来的18分钟 缩短至现在的10分钟